全国第一辆安置在民间的海陆两栖工兵扫雷车 坐落在绝安乡的希望公园 乡公所在云旦升旗当天 是由乡长游淑珍、华联县海军陆战队退伍队员协会的创会理事长林明华 和多位贵宾为保家为国光荣退役的工兵扫雷车揭开了红彩 让全乡民众一睹英姿不减的两栖旅车风采 华联县海军陆战队退伍队员协会创会理事长林明华 率领着队员们代表高雄左营海军陆战队战车大队 制政了重37公吨、长12.1米、宽3.9米的两栖工兵扫雷车给绝安乡公所 全体队员们精神抖擞喊出一日陆战队终身陆战队的口号 也高声齐唱海军陆战队对歌 让全场乡亲感受到威武的士气 乡长游淑珍感谢林明华理事长穿针以线 让全国第一台水鸭子坐落在绝安西王公园 可以陪孩子一起成长 也让很多的荣民伯伯、海军陆战队的好朋友 到这里来怀念军旅生涯 非常开心海陆扫雷工兵车来到了极安乡西王公园 跟我们的孩子一起成长 当他退役之后来到了极安 我们相信除了陪孩子成长之外 他也是全国第一台坐落在极安的扫雷的一个工兵车 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荣民伯伯 已经过去海军陆战队的好朋友 都来这里来怀念他们过去 在军旅生涯的种种 我们相信不管是适性移居的引发长辈 当他退休以后 极安也会成为他们安养最适性的地方 所以我们极安一起加油 理事长林明华表示 山军陆海空演习抢摊攻击时 这台工兵扫雷车配有排雷离 还有排雷爆炸所 由扫雷人员实施摊头排雷开设通道 在登陆部队抢摊之前 要预先开辟安全的路线 以立后续的抢摊成功 这次在希望公园设置具纪念价值意义的战车荣耀国军 希望可以让更多弟兄相约来侨慎 这台战车和一旁工艺达人打造的三米高钢铁人 共同驻守希望公园入口以兵处 要共构缤纷多元的文化氛围 这里会接下来报导 请搜索